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6月30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现场实作教学直播 张医师今天要把涂抹姜粉泥的技巧 教我们大家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好 张医师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开始 我们先放一段老师最新的背部 按推姜粉泥的最新的注意事项 我们先播这一段 好 开始 三 四 就是这里到这里的时候 要用脚 手掌 然后剪贴着 然后再做最后这样 这个动作很重要 刚刚我就发现他们都没有 少数有人做出来 但很多人做不出来 这样 这样整个手掌刚好都可以按到 然后再缩回来 缩回来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这里喔 是往外拨 然后拨到这里喔 你看 张开到这里喔 有些人张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样这里就没有按到 这样 这样 有没有 有没有 好 然后这样三次 再来 弓箭步是到这里 再来 弓箭步是到这里 好 再来 弓箭步是到这里 这样 再拨 再转过去 手掌要转 来 这样 好 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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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这里才能够放开 你看我的枕头 这样 怎么样 下来的时候 你看就蹲下来 蹲下来 我也视角太开了 是 你看 这样才有弹力 他们有时候都站这样 这样是没有 一定要这样 这样有弹力 你看喔 你是到 你看 这样 你看 有没有 我就往外拨 有没有 这样就全部做出来了 我紧贴着喔 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很舒服 很舒服对不对 刚刚他那个很压迫 刚刚他很压迫 他没有用身体 这种弹势 没有用身体 你们再看喔 他是这样就下来 不够看啊 就是 差 跟我不一样 就是差我一点点 他这个是很顺畅 但是他没有不够 没有像张艺师那么深层 他就是比较表层这样子 好 那他在开花的这一部分顺吗 开花是还不错 但是也是没有那种很顶劲 贴住的那种 好 那为什么没有顶劲 你做一次上背部的开花 就做只有上背部 回来 然后开花 开花 你看喔 你到这里 对不对 然后就这样结束了 对不对 你顶多到这里 你顶多到这里 我再开花一次给你看 好 你看喔 有没有 我这样 有没有 我到这里 我再做给你看 我到这里 然后再多 然后再多 这样感觉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你擦我就擦在这里 应该他们也看得出来 是 对 不是 收回来的时候 尤其要更蹲一点 蹲低 来 来 下 没有 来 回来的时候 到这里 再下来 再下来 然后蹲低一点 然后这里 来 这一手就 这样 有没有 完全贴紧 他身上的枣还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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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有出来了 有 这样很深 这样很深了喔 就是靠蹲低一点 来 你看喔 有没有 我把你转 有 百分百 这个就全部出了 有没有感觉 有有有 这样有 有 很好 来 两脚 啊 不错了 这个就不错了 开得不错 就有贴旧了 应该是感觉很舒服 但是还没有那么 嚣张一次那么深层 那来 我再带你一次 最后一次 我一手就好 好 来 你到底部 来 有没有 整个贴紧 有没有 这样力量就出来了 有没有 然后你看我的重心点在哪里 我的力量在哪里 注意我的力量 掌根 对 我就是用掌根 这个整个贴紧 有没有 这样就出来了 你们不要用这里 用这里这样拨没有力 最后开发一定都是用掌根 上面也是 下面也是 比之前好很多 那好 脚收上去 他没有收 所以做不出来 下面一定要收 好 怎么样 就他很辛苦的在做 但是都没有很深层 就是表皮而已 没有深层 身体没有用上 那他下背也是 他的手好像有抬起来 空空的感觉 来 我跟你讲 你这里都习惯打直 来 我示范给你看 你看我这样 这样才有动力 你打直了没有 你就一直用身体在 在推人家 我打直了 你看 有没有 我这样推过去 有没有 然后我这里也有着力 下腿也有着力 下腿有着力 一定要有弹性 一定要有弯 对不对 这样 对不对 这样就整个可以贴紧了 这样 有没有 我这样不辛苦 你这样 这样很辛苦 你都用手力 你都用手力 然后很辛苦 不进不去 然后你看 这样就 然后你看我出来的时候 你看 如果这样 有没有 然后我还可以蹲低一点 然后顶住 然后我往外拨 你看 然后我的后腿 其实是很用力的 在顶住我 就是顶住我的身体 这里 下面的腿 有没有看到 你这样就没有力了 那这样 这样就完全虚掉了 反而这里再抵 我这一脚还可以起来 但这样才有力 所以我后腿的力量才到 我蹲低一点 是用后腿再往前蹲出去 然后这样拨过来 是这一腿 弓箭部是这一腿 那你们打直了 就不会用后腿 所以就会做得很辛苦 好老师 那我们接着 放一下那个腹部的 腹部的部分 也是 腹部的这个部分 也是最新的 然后我们要 看一下老师最新 给我们讲解的注意事项 好我们现在看腹部 你们注意我的脚 还有整个身体 跟手的整个配合 这样力度可以吗 可以 会不会太大力 不会 这样刚刚好 我们就说如果要揉深层 这里暗了会痛 那一般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也没有什么事 如果你力道不是很大的话 这样是可以 那如果要力道很大 这个放下来 然后整个身体蹲低 来我开始深层了 让你感受 有没有比较深一点 有 那我深层是怎么样 下盘下来 有没有 两脚注意 然后我这样就下去了 我的手一直没变 手没有加力 然后靠身体去运动 下盘 那刚刚你们会犯错 俗红跟文婷第一个会错就是 他会错意就是这样起来 我写你 这样是不是就不见了 对不对 那你看我一直没有起来 所以往前这样 好那我再另外一侧 你有没有感觉部位不大一样 嗯 转圈圈不一样 对结束的部位不一样 所以我建议如果一边做完 就是另外再做另外一边 有感觉了 由清而重我都有做了 我再轻一点 你看看 轻是这样 然后再稍微重一点 重一点我就是身体再沉一点 沉下去 这里有压迫感吗 这里有 没有 但到了下沉 如果我不放下来就有了 你试试看啊 我先不放啊 然后我要再重力下去 这里有没有压迫了 有一点 有了 所以我这样 好 到深层的 那我身体一定要沉下去 那这样就到深了 嗯 这里你们在推的时候 如果男生对男生 这里 你们要转 如果有转到毛巾的时候 尽量要拉低 要不然这里 会受伤 因为那个皮很薄 毛巾很粗 尽量要注意这些细节 保护自己啊 然后也让美缝感觉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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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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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做到浅深 他第一次还好 因为他越暗他就越顺 哦 那有做出来 OK 好 轻轻轻 轻轻轻 他很舒服啊 是 很舒服 就是 一开始的那一格 就比较深层 到这边就比较没有那么深层 你再转一切 对 再转转的时候 另外一个方向会比较深沉 你看看 这样有没有弄到 这样比较好 那这样最后有做出来吗 有 好 谢谢老师 这一次这个腹部的示范 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 老师这一次 我也是看完了老师这个腹部按推 刚好 陈经理这次从欧洲推广回来 然后他身体不适 腹部疼痛 然后腹部也脏 而且他血尿 然后也尿贫 尿急 体力虚弱大概躺了四五天 那我也帮他按推腹部 我也涂姜粉泥 我也就是学老师的这样子的方法 就帮他按推 但是好像摆扇不是很大 那么刚好三四天前 我们南湾有一位志工 他就试着 就重换出再帮忙找押痛点 然后他就是真的是比较技巧的 可以按推到蛮深层的 然后终于解症 好像就瞬间他就好像很轻松 然后就恢复体力 而且马上就没有血尿 那种很脏痛啊 尿贫的现象也没有了 然后那个肚子肿脏 后来也排气排了五六十次 排完了以后 哇他一下子整个肚子也消下去 然后也变得很轻松 所以我也想分享这个视频 给老师看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播放神经理按推腹部的这一段 好 呼气 吐气 好 好 没有那么少 一下子就有感觉 嗯 最后再做一次 好 呼气 吐气 吐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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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边不疼 哎呦 这边都没有痛点啊 嗯 嗯 这里这里 好 呼气 呼气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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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头部 吐气 但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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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o 好 吐气 �� gli 哪里没有祝 criminals 好 好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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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下去的时候 往这边进来一点点 往中间一点点 然后更痛 然后这块压了以后 我这个地方都有感觉 好 你这种手没有什么压 我这样的压 OK 好 吐气 吐气 好 好 好 再来一次 你好 对 好 吐气 吐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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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按到那么深 然后辐射到他下面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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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一道工具呢 就是透过那个 红豆袋 再加温 加温以后 然后这样子按压 然后那个热气就会深入到非常深沉的地方去 ом 这样子非常的 四大唤阻止 果症 也可以在上面一点 上面一点 这个好 那有渗透到他刚刚尖尖的倒下去的那边 材料洗完以后 裁到他的操作模式以后 我现在感觉 热,透过红豆袋的热 真的感受到在器官里面 能够感受到那个热 而不是以前的那种 只是表皮的 表皮的温热 现在的热真的是所谓之大的换处里面 器官沉入感觉到 就是说他换红豆袋 用力在压的那个之后 特别有这种感觉 有有有 那所以就这个推完姜本里之后 能够做这个压的动作更 刚刚那个陈经理那个案例 那个志工我第一个先赞叹他 第一个他蛮有创意 然后他在这样的按推配合呼吸 其实就是找体伤 就是把那个痛点找出来压痛点 那只有找出来你才能解症 那他配合呼吸按到深层做出来 所以就手法而言 我觉得他原始点都是做出来的 这一点上我对他赞叹 那我们现在拿一个整集床 Luna这样可以吗 我立即示范一下一些手法好不好 好好好 那这样就可以比较 你们可以也试试看 我们这里 尼拉钢 在找痛点的时候 大部分是用在配合痛气 但整个身体没有办法沉下去 那你们在学我这个图谋的时候 大家再看 这个是我教你们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一般的力道 但到深层的时候 一定要拍我的脚 一般的时候我大部分就是这样 我示范的时候都是这样 这样的力道一般都不大 但如果要大一点 大家注意一看 我整个重心就蹲下来了 然后整个沉下去 这个已经到很深了 这样的力量跟他差的力量 是不是一样差不多一样深了 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达到了 就是这样 所以一般我们的志工很少用身体 这种沉下去的力量把它带进来 好 那这个就已经很深了 那如果这个工具还不够用 我说那你就用手肘 我刚刚讲的这一大段 这一大段 这一大段 你整个沉下去 然后去找 然后配合呼吸 记得那个很轻松而已 我身体沉下去之后 这样就每个部位都可以找得到 而且是很轻松的找 是不是 都很深人喔 这样这一边也可以找 这一边也可以找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找 好 以前在按推的时候 我们以前有什么滚法 这个有点类似滚法 但是我们原始点不谈这里 它是整个工具 然后以这个比较肉比较多 因为它 部部肉也比较多 所以整个贴进去 这样 大家就注意喔 然后用身体带下来喔 就像我教你们的工具 贴下来之后 然后我开始 随着这样按推 这样力道就进去了 而且比 会比这样的力道 配合呼吸 可能还要深 就是因为整个身体沉下去 那这个力道 我也试过志工喔 几个之后 他们认为这样的力道喔 配合呼吸的力道 比较坚囊 就是比较难承受 但以深度患者的感受 好像也不会胜过 这个我们原来的 然后你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配合身体下去 这样 你看喔 我整个身体沉下去了喔 整个工具腹已经沉下去 这个力量跟差的 是不是也一样深 配合吐气 所以等于配合吐气 跟我这样的工具 然后整个身体带下来的 力度 深度 其实是一样 但如果要再强调深度 更深层的话 那应该是拿这个工具 绝对可以按进去 而且那个深度更大 这样 整个配合 那如果用这一个 要浅沉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这个 这种力道 很舒服的 而且面积也可以很大 OK 好 谢谢你们 好 呃 四空 你们 我刚刚看喔 我也学喔 如果以深层 三层都可以到达 都没有问题 但是 这个比较尖锐 对 那这个手腕 它是比较柔和 而且深度一样够 所以 我是希望 借由这一次 因为第一个 我说它已经做出来 也能够柔到深层 那手腕 我觉得 这样看来 我们 在用手腕 这个手掌涂姜粉泥的时候 应该还没有得到 火药的技巧 就是它深层是可以配合身体 就好像 我们在按推他处体伤 按推他处体伤 你用手肘的工具的时候 你身体如果要柔到深层 一定要配合身体怎么样 沉下来 如果身体没有沉下来 你即便工具用手肘 也按推不出来 都在表层 这个一般做到 自身自工 如果对按推有体伤的话 应该会知道我今天讲的意思 那我就 因为也是 有这样好的案例 那我也第一个很感谢那位志工 他的一些 就是变化 他虽然 没有把身体沉下去 但是他配合肚气 然后再加上两手这样一压 还是可以做到深层 但两手紧贴着 我上次已经讲 重心不稳定 只要两手贴在一起 不可能用身体的姿势 记得我讲 所以我知道他是用身体 往下沉压 压那个力道 那因为他有配合肚气 可能患者的感受也会比较好 那三者的比较 刚刚志工也有讲 都可以到达深层 那应该手腕 其实如果正常也可以到达 那个两手探压的深度 应该也没有 好 我这样分享 这样可以吗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很好 那个老师 刚刚用手肘的方法 我觉得好像还不错 因为手肘 好像比较容易找到 而且我们还可以在那上面推一下 那要不然就是 我发现就是下去以后 我们有在考虑到 已经找到痛点了 可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在那个痛点 停留久一点 然后把它推一下 那如果用手肘肩的话 应该就是 因为我们刚好也有一个志工在问说 下去了那个点以后 那我们是不是要推一下 要揉一下 那如果赵老师用手肘 应该就可以压住 又可以推 对不对 Luna你讲到重点 事实上我们的土某 那个我在手册新手新改的 有讲 那个手指要紧贴着皮肤 包括手掌 然后要往下按 往前推 其实这个就是按推了 那一定要 因为按的时候会找到痛点 就像我们志工 这样一按 找到痛点之后 还要推 往前 那个味道就是 再推体伤了 所以叫按推按推 所以如果只是按压 就像我们按推的时候 只有按 上下按 上下按 那个是刺激体伤 还没有达到推开 推体伤的味道 那刚刚Luna讲的 那个手肘不是用手尖 是我整个手肘这一片 这一片 然后紧贴着下去之后 然后它就有痛点 然后有痛点你就可以剥了 这样就可以把体伤揉开 应该没有问题 那至于手 手这里如果配合 配合身体沉下去 能不能推开也可以呢 所以两者包括手肘 还有这里的工具 都可以做到按推 但是如果你两手指尖压 没有办法做到按推 而且刚刚志工讲 这样下去会感觉比较尖锐 那尖锐你只有刺激 但打不到推 我的看法是这样 谢谢老师 不过就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 我知道当时它是非常痛 它是那个肚皮碰得非常痛 所以可能是这样子 要它吸气 然后慢慢吐气的时候 也有转移它疼痛的注意力 是 所以我说 在讲评论比较容易 事实上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因为患者还有一些状况 我没办法找 那所以我只能说 第一个要战胆它 因为它做出来了 而且在那种情况下 也许这样对患者是舒服的 那我现在找的都不是肚子很痛的人 就是它照一般正常的人来做 那如果它当时的情况下 配合这样的手法 对患者是最好的 这个应该就是好的案例 但是有一点就是 因为毕竟推广一直在强调 方法最好就是 发挂差处跟换处的按推方法 工具就是照我们原来的 尽量就不要再变 然后所有的技巧 也就是我们按推的技巧 这样比较一致 一致的好处是怎么样 容易推广 然后加上大家这些手法 自己都有念过 就不会又发展 越来越多种按推的方法 我担心的是这一点 所以在推广上 我比较强调 你自信 是这样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那个背部 还有腹部涂法 播到这边 老师大家都好期待 脸部涂姜粉泥的示范 那我们现在就请张医师 示范脸部涂姜粉泥的按推技巧 好 我们来先介绍 脸部涂姜粉泥的方法 第一个 患者一定要有一个枕头 软软的枕头 这样患者才会舒服 那仰躺 那操作者 最好要有一个凳子 放在旁边 好 那坐下来 那再来要注意的就是 两者之间的距离 最好不要太远 比如太远这样 你会坐得很累 那应该怎么样 叫它靠过来 对 那这样 你再把椅子 挪到它旁边 这样距离就很近 静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很轻松的 如果距离太远 你就会变这样 这样很累 这样很简单 所以这个距离很重要 先把它调整出来 好 第二个 坐的位置 还是有讲究的 最好不要坐在头部 头部不适合原始点 比如说我们 我们来坐 就这样 就这样 坐这样 然后这样按 这样不大好 我认为 这样的按法 我们要使用 这里有些会怪怪的 我们最好还是 以坐在旁边为主 有些外面美容 这样装肘这样 我觉得都不是最适合原始点 我们如果坐在旁边的话 一般使用的工具 这个是最常用的 第二个常用的就是 拇指 偶尔要补强的 拇指不够的时候 才用指指节 要不然其他的都不用 好 那第一个 如果有鼻咽癌的 或鼻子过敏 他大部分从这里 一路上去 这个位置 大部分都会有痛点 到这里喔 鼻根 还有这里 这一点 也都会有痛点 那另外 这里过去 这一边也是会 就是从这里 到这里 然后 到鼻根 然后到这里 都会 好 这是最常见的 鼻子有问题 大部分痛点 这里是最容易找到的 好 那另外喔 颜面神经麻痹的 有时候沿着这里下来 这里前骨 这里 还有这里有时候脏 嘴巴张不大开的 跟这一片都有关系 所以沿着骨旁 也可以这样按下来 然后按到 这里下巴 那下巴这里对过来 刚好是我们的牙龈 也可以保持 就是保养我们的牙齿 所以这里都可以按 那这里呢 这里也是牙龈的地方 这里也都可以按 好 那另外喔 这里再过来 就是我们按到旁边的话 这里 耳前这一条线都要按 这些部位也比较容易找到痛点 然后到这里来 那另外 从侧面到额头 这里我们是用这种工具 直接找 这个也很容易找到痛点 那梅龄骨 往上的都可以用这个 这个按推 好 这样找 这样就发便了 好 假设 那梅龄骨以下的 我建议喔 如果要稍微按 轻轻的按 要不然会很痛的 像刚刚学员按 它压下去 就压到眼球 这样不好 那要不然这里不按 也没关系 就直接用这样 这样也可以按得到 这样我认为效果也已经达到了 至于内缘这里 因为靠眼球这里 我觉得力量掌握不住 容易按压到患者很痛 沿着鼻梁这里 这里可以用我们的工具 就是拇指指腹 那有些到深层的时候 也可以用 食指法这样轻轻的按 这个也被允许 但这样的力道就比较重 比较深层 那这里也是用拇指 还有这一个部位用拇指 那如果用食指也没关系 这个深层拇指捡层 那如果要更深就是食指 食指顶进去 那除了按这里之外 再来就是这里 耳背这一条线整条 这里都比较容易造成痠痛 那我们可以用拇指 这个比较轻 但最力量比较大的 还是用我们的工具 你看怎么角度都可以 然后直接这样顶进来 然后这样就可以按得出来 这里也常常会有痛点 尽量不要把这个盖住 盖住会有压力 或这样把它整个盖住 这样也会有压力 所以如果你要涂这里的话 这样 然后这样就可以 不要把整个盖住 让它能够流通 这样就没有压力了 这个耳朵其实也可以当保养 保养其实也蛮舒服 比如说它的按法比较特别 就是下面这个食指把它固定 那这个拇指压着 然后两手搓揉 两手这样搓揉就可以了 这样按了会感觉耳朵很舒服 那如果要涂姜粉 你要盛剂 不要把耳孔涂进去 塞住这样就不好 这个要涂姜粉你也可以 或是一般的这样按摩按推 这样来让整个舒服也可以 整体来看 那这里以上都是用工具用这样 那除了鼻梁还有耳前 还有这里 鼻下来就是 这里上唇的地方 这里用拇指以外 其他都是用这个顽骨 全部比如说这样 一般的按推方法 这里包挂到头盖 好 那我们现在来涂姜粉泥 这是刚做出来的姜粉泥 好 还温温热热 那我们看要用酌量多少 这样剥 然后直接点进去就好了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用这些工具 掌心的工具把它涂均匀 好 那均匀就是这样 所以很快就均匀了 那我们把距离调整好 然后把头稍微调整过来 这一手一定要固定住 固定住 头才不会放 好 那我们开始来做 沿着前骨 这样 这个手轻轻放下来就好 不要用力 轻轻放下来力量就很大 那如果你这样的力量 他会觉得痛 那一定就是体伤 有体伤的位置 好 那我们转过去 连下巴都可以做 好 然后再把它拨过来 这里粘颊到这里 那这样全部已经做完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做过去 好 到太阳蟹 好 那从梅鳞骨以上 也可以都是用做 这个工具一路做 好 那这里就要用拇指 好 这样顶进去之后 然后开始涂浆的门 然后这样 好 一般容易痛的是这一点 跟这里 鼻梁还有这里 一般有鼻子过敏的 大部分这几点都会很痛 好 那这一边如果要也是一样 也是这样涂 用拇指把它涂开 好 那这里等于简单讲都已经涂过一遍了 那涂过一遍 因为你的力量 一般都均匀的 那如果有特别痛 就是把体伤找出来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 比如老年般长在骨头上面 那这个一定是在深层 绝对不能轻轻的铺 一定要贴进去 不是用蛮力 整个贴进去 然后这样 就可以揉到很深层了 啊手是 不要想一直把它揉深层 是放下去 这样就已经够了 好 那耳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里可以用拇指 尽量避免把耳朵孔盖住 所以这样按就可以了 好 那另外耳背一样 涂姜粉雷 这里 这里也可以用这样 或是直接用拇指 这样 但不要把整个耳朵盖住 盖住它这里就会有压力 所以也不要 这样 稍微让它这里可以通气 好 这样它就能忍受 好 这里应该常常很多人有痛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大开关就在这里 它是沿着我们的大开关上来 所以比较容易找到 那要揉深层就再用拇指法 好 这一边已经揉完了 那另外一边 涂法一样 就这样放 好 然后再用整个大面积把它 敷均匀 敷均匀之后再来按 好 那我们开始来做 已经差不多都均匀了 好 这个手直接贴起来 放轻松贴 这样力道就已经够大 然后这一手固定 让它头不要摇晃 然后下放 然后呼吸收 ,现在拇匀 在拇垃圈 开吞 在拇匀 口 這裡耳背 這裡不要把它蓋住 好 這樣就可以 如果這樣比較順手 這樣就可以按到很順手 好 那再來這裡也是 那前面這裡 也是用拇指 這樣頂進去 那這其他的部位 就可以用 再把它蓋住 這裡 那這一邊一樣 這裡痛 這裡會不會痛 不會 也會 不會 就是這裡 像這樣患者主動敘述 這個痛點 如果有痛 多按幾下 那像這些 都有老年般看得出來 黑黑的一片一片 這個就可以直接頂進去 揉到深層 這裡痛不痛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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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 還好 這樣呢 不會 這裡都可以接受 這裡呢 一點點 這裡一點點 這裡 一點點 照理它這裡有體傷 這裡 有老年般 一定就有體傷 一定有痛點 剛剛我揉這一點 假設這裡不痛是嗎 嗯 好 那我現在從老年般 直接下手了 這裡是不是有痛點 嗯 我同樣力道 那表示 老年般 它是在深層的根部 引起的 所以你要把老年般解決 一定要深層下去 但不是蠻力 來看手法 直接放下去 然後我整個層下去 然後這樣力量就進去 很痛對不對 好 這就是真的 所以我們說有症狀 必有體傷 不可能沒有 但你找到旁邊 欸 這裡沒有 這裡老年般在這裡 我找旁邊沒有 但我在老年般這裡按就有 好 我們再來試一下 這裡眼尾骨 也有一個老年般 好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呢 來我試試 這裡痛不痛 痛對不對 很明顯喔 它因為有老年般 喔 我這樣按下去 它就很痛 好 那我離開老年般 這裡痛不痛 欸 反而沒有體傷 那表示這個 會變成這種顏色 一定都是有體傷 才會引起的 所以你看喔 我這樣頂進去 這裡也在痛 我就是從老年般直接壓下去 它就在痛 那一定要生存 它這個都是由生存 不是用大力藥 放下去 然後整個身體 這樣輕鬆的頂下去 這樣就出來了 好 所以這 這個要讓它消失 一定是要 把體傷找出來 然後重複的按 這樣才可以 好 這是實際上在應用 那有一些 像這種患者 我說的鼻炎癌 鼻子過敏 這裡比較痛 那炎面神經麻痹的 這些都要按 好 那有老年般 或是生一些有的沒有的 你就在老年般 直接生存的體傷 直接按下去 就可以來改善 所以原始點 它的臉部塗髮 塗抹薑粉磷 既可以解除體傷 使這些症狀解除 也可以使一些 養顏美容老年般 這些硬結腫塊 甚至都可以把體傷找出來 然後讓它消除 好 那我們現在塗到這裡 已經都 薑粉磷已經都塗乾了 那乾了喔 可以 如果被操作著 它自己要慢慢剝掉 或留在臉部也沒關係 如果有些人 就不喜歡薑粉磷 留在臉部 它也可以用毛巾 溫熱的毛巾 把這個薑粉磷擦乾淨 看個人喜歡 這個原始點就不再強調 因為有些人喜歡留著 他覺得到 有時候睡覺留著 到隔一天早上還熱熱的 有些人覺得會很緊繃 留著臉部會緊繃 然後那個蟹蟹會掉在床上 所以也有些人就不喜歡 那隨著個人喜歡 我認為這個都無所謂 那剝就是輕輕的自己這樣剝 那 因為我們操作者 這裡都會粗粗的 所以最好由臉部這個由血緣自己操作 然後 要敷乾淨 因為它有時候 剛塗完眼睛也髒不大開 可以 你來幫它稍微擦拭一下 這樣也可以 現在我幫你做完 那個臉部 這兩邊有沒有感覺熱熱的 好熱 好熱 很舒服 很舒服對不對 剛剛有老年斑做的 那這些剛剛按很痛 現在還痛不痛 現在不痛 現在就不痛 現在就是熱了 現在是熱 所以我們按到深層它有痛 那熱也可以滲透到深層進去 所以長期來看 這些斑就可以慢慢消除 好 好 然後你再來評語 這樣我就知道 由你來講 量胃的做法 放進去之後用掌心來 均勻塗開 這樣很痛 這樣眼珠要跑出來 他不知道這樣嗎 好刺 好痛喔 好痛喔 太輕了 好痛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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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他比較像做那個外面臉部的美容SPA 就很舒服這樣 但是就是比較沒有那種找到痛點的感覺 因為都不痛這樣子 那就是很舒服 到現在都還熱熱的 那這邊的話 第二位是他就是那個力氣太大 就很不舒服就很痛太痛了 像剛剛用眼睛就是整個那個眼珠子快跑出來了 就力氣比較大 那你每一點都痛 就很壓迫這樣很力氣太大了 那熱的話是反而這邊現在還比較熱 這邊就是微熱微熱這樣子 現在才快要熱起來這樣 剛剛臉部的塗抹薑粉泥方法 我們有叫兩位志工 左右各一邊幫他做 那他也做了一些點評 那這個患者的感受我認為是最重要的 我們不管處理什麼都要以患者能承受為原則 太大力太過了也不好 那如果只是舒服 沒有把體相倒出來 那也只是當作保養吧 但如果你又要解症 又要保養的話 那痛點還是要找出來的 我們今天現場直播 關於塗抹薑粉泥的技巧 就播到這裡 我們預告一下下個禮拜直播的內容 我們下個禮拜繼續乳癌處理的教學系列 下個禮拜見